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你的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 最近这个South Carolina有一名白人的沙斩 在他的这个等于是路上 就是在他家门口的路上 叫一个黑人滚蛋 让他get out of my neighborhood or I will carry you out 所以呢 当然这个沙斩受到一些处罚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位沙斩的行为相比起黑人 在加州和纽约对华裔 对亚裔的这些无情的攻击 确实是太简直太轻微了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强烈 我觉得这个沙斩做的没错 对不对 那黑人也让黑人常常 他们受歧视的滋味 对不对 他们歧视亚裔就可以 攻击亚裔的老人和女人就可以 对不对 那人家白人歧视他们 他们也帮我们亚裔出气有什么不可能